正面具給超自然的信 好好好 面具上飛劍的血跡驚悚的提醒了他曾經目睹的悲劇 好好好 看起來很可怕 okokok 出來了出來了 這個叮叮咚咚會不會有鬼過來 反正勢必是會有聲音的 偶像 進來這一間了 庫存已滿 不要手套 盒子打開 鑰匙奶酥普通銅鑰匙不要盒子 好華麗的筷子 ok奶酥 這裡還有東西 這裡還有東西 東西還很多呢 信 竹籃跟信 信是什麼 樓林日記被撕下來的其中一張背面 本衛田家族的營業手法並不像眾人想像中那麼正直 如果我可以找到這個家族寫薪或不乾淨的手法的罪證 或許我可以說服翔士郎離開 他真的和他的兄長不一樣 他能夠辨別是非 我們兩個可以在這個世界開拓自己的道路 只要我們兩個在一起 我們就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 所以他還是深愛著翔士郎 是沒有問題的 打不開 門打不開 好 我覺得真的是自從前面剛剛那個地方整個卡以後 順了一次以後基本上就很順 跳舞的侍女 有一點確實是有一點小難度 木頭打開 打開 好這邊 看起來是沒有任何東西的 打開 為什麼要關門 把門給我打開 然後這邊有照耀柱 一個聖光 然後把這個打開 我們應該就可以回到前院了 這個是什麼東西 金 在 喔奶酥 奶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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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因為我們有那個鑰匙 GoGoGo 阿我的前輩咧 阿怎麼都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在解謎 阿我前輩咧 那面禁祭壇百姓房 是這個充滿的痛苦跟煎熬的壓迫感 我想這裡發現了一些因爛的超自然現象 在 信 佛像 呃 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 木槌可以丟掉了 小孩的作業可以丟掉了 火 火 火 這裡還有這裡還有紙 線索 呃看一下喔 欸 好 繼續看一下 筆記 犬神 邪術喔 我們的邪術 我們的邪術 我們的邪術就沒有創新了嗎 到處都是同樣的屎魔 同樣的精靈 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情 媽的 我要盡力點去打破這種一成不片的形式 所以我一直都在研究要怎麼樣去創造不同 特徵的屎魔 一個月前我製造了一個與眾不同的犬神 邪術的步驟基本上都是一樣 只不過中間有穿插少許變化 首先你將一隻火犬埋進土裡 只露出頭部 然後在他瀕臨死亡之前砍掉他的頭 一旦犬的頭部與身體分開 你就要趕緊都要施展隱形的咒語 要處理頭部的部分有點難度 除非 但是除非你是粗濁的 不然一般上都不會有問題 通常 我們都會把犬頭埋在繁忙的十字路口下 但是現在我們需要多買兩樣特別的穀物 一面是最少一百歲的鏡子 和一把被死神碰過的劍 兩到三週之後 每天來自數百人所践踏的犬頭的壓力 就會把犬的靈魂變成怨靈 最後的步驟是一樣的 你把犬頭烘烤過後 把它擺放在碗或是箱子一面供奉 不同於一般的犬神 這個犬神會是透明無形的 你只有兩個與它溝通的方式 第一個方式就是 你要讓犬神與你融為一體 但你需要非常小心 假如你身體不適或是精神狀態不好的話 犬神反而會試圖佔據或操縱你 只要你的身體健康 情緒穩定那就沒事 第二種方式就是 動用魔鏡和犬神溝通 這種限量的溝通能力 可以說是這種特殊犬神的弱點 這種特殊犬神的另一個弱點就是 不同於普通的犬神 你需要定時餵它 還好它不會偏食 它願意吞噬任何亡靈 但它好像只偏還有暴力傾向的靈魂 這種荒野的靈魂 你每六到八星期餵它一次就夠了 犬神可以通過魔鏡來吞噬 這些靈魂補充能力 因為這個犬神是透明的 它可以藏在顯眼的地方 方便做監聽或是密探的任務 我想我會將這個特殊的犬神交給我的兒子 犬神是非常忠心的 有他們在身邊可以帶來財運 我想我的兒子需要一點錢財和運氣 或許未來他會把犬神交給他的後代 要交給陳太郎或是小順子 就讓他決定 哇好可怕喔 竟然有這種 超陰邪的耶 這好可怕喔 超陰邪的邪術耶 母親依照你 要求未定將禁止的房間擴大 在臨在不斷這段期間 建造工程進行得非常順利 但是施工的工頭卻表示 員工們都能感覺到房間裡 有股不祥的氣氛 他不能具體的表達這個氣氛的來源 但是房間裡確實讓他們感到很不安 我也不能聲稱在這個房間 我也不能聲稱在這個領域 這個領域方面有專業的知識 但或許這個房間內 是因為有另外世界的靈異個體的存在 而造成了這股不祥的氛圍 當然當我塞了一把筆錢 進攻投合他們員工的口袋後 他們都毫無怨言 效逐嚴開地繼續工作了 當然這也會當作是因為 我的唯人慷慨又大方 我相信您也認同我的做法 也體諒我應消耗比預期更高的費用 我希望我們家族靈異個體 會認同這個擴建 也會感慨 他有多一點空間來享用他的盛宴 新衣 哇這個家族真的是 這個家族真的是拐拐的喔 欸這裡有一面鏡子欸 先除個膜 右鍵 啊怎麼右鍵不了 好 欸欸欸 我在哪那面鏡子一定和這裡有所 這個地方有關欸 哇 必須找到出口欸 好多面鏡子喔 比岸花 這是比岸花 我的速度變慢了 合理嗎 欸 欸我的速度變好慢喔 這樣合理嗎 找錯出口了 欸我越走越慢欸 北 西南 從西南北 在 這裡好黑暗 噢在深他是暴君 嗚嗚 幹嘛 哇 屎 什麼東西 也許我不應該偏 也許我不應該偏離血路 噢噢噢噢 OKOKOK 我偏離血路啦 OKOK 它有很多條路 但是基本上就是在這個圈圈裡面 好 噢噢噢噢噢 就是跟著血路走然後往鏡子 帶到下一個地方 OKOKOK 哎呀呀又死了又死了又死了 沒關係沒關係 它的好處就是 它會接續著你的進度前進 這是一件好事 欸沒有欸我又回來了 是不是應該選擇遠一點的路走 對我們選擇最遠的路好了 嗯我覺得走最遠的應該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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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掉下一個地方走吧 聽起來 這個理論聽起來滿合理的啊 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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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始聽不到他的聲音了 出口在哪裡?出口在哪裡? 這個會不會就是出口,因為我走到這了嘛,對不對? 一個女人靈魂在生命最後一刻充滿了恐懼,他吹死著什麼咆哮,OK 我覺得我們解救了他說不定可以拿到一個成就喔 應該有機會吧 其實我不確定,因為我現在這樣看,我是可以看到東西南北的 但是即便看到東西南北,我還是不能確定我的方向是對是錯誒 我沒有找到一個規律耶,東南西北 這個是不是我剛走回來的地方啊 欸這是我剛剛選擇的其中一個東西啊 這樣我哪知道我要走哪一個方向 還是我要 還是我要 我應該要把這 啊,我知道了,我要把所有樹的 哦,我懂了,我要把所有樹上面的那個東西全部解掉 OK,懂,懂,懂 我要想辦法走到所有的樹 然後去解掉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的 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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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憨恨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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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不行 可以可以又可以了又可以了 走在血路上就沒問題了 所以其實可以切西瓜耶 讚 小切還可以喔 大切就不行了 可惡那邊那個過不去耶 這邊可以這樣 我看一下那邊那個路到底是要 喔來了來了在這裡在這裡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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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亡靈的人生最後一刻強烈的湧上來了 本位填柴底血腥殘忍 還有一個剩最後一個 好 好好 好 有點遠啊 可以的可以的 在哪 在這 我現在回到這了 所以 呃 想想 在哪邊 在在在在在在 就在附近了 就在附近了 看起來還是有點遠喔 可以可以可以看起來是這條路 可以嗎 可以嗎 他是 他是這條他是這個鏡子 他是這個鏡子 但是 呃 是這個嗎 其實我是可以回頭的對不對 不用不用不用我已經走到了 nice 走地圖達人 我希望他們在往生世界找到一些平靜 好全解了 nice 讚 順子就是他們的媽媽喔 他現在跟他現在跟他現在跟惡魔 他現在跟惡魔溝通嗎 嗯 全神嗎 我不是 這麼覺得她是跟她已經變成 有可能是她兒子 那裡一人就死掉了 我和一人一起來 那裡的余達神 我全都奪了 不然,DAN, 操作人的本尉電腱を滅ぼさせて成るものか? 我々は操作人手によって滅ぼされることなど無い! 一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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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到某個章節喔 好好好 好我今天時間差不多 好不錯我覺得 從那個我們前面那個大卡關 那個地方通了以後真的 我覺得就是 最起碼玩到現在我覺得那一個 的 提示太太不明顯了 他應該要卡住不要讓你一次放三個 我覺得自然你就會往其他 線索地方去找然後除此之外呢 其他的一些地方我覺得 要搭上去的東西我覺得都 蠻合理的他的設定也都蠻好 因為像那個解完那個之後 他的第二個的銅鑼 的部分他就把你鎖在二樓所以你一定 只能從二樓找到銅鑼去掛這就 很蠻好的其他地方也都還蠻 不錯都不算到太困難解 那是你可能要稍微想一下 雖然說就是這個畫面撕裂呢 跟這個移動上的幀數呢是有點可惜 不過大致上呢可以感受到他的 這個所有的劇情的全部都是在 這個性上面的這個 這個東西可以去了解到就是這個 本位填家進行的一些 邪術然後的一些 剛剛還有一個侍女說 他們有做的生意是嗎我看一下 喔對對對營業手法啦 前面不知道有沒有提到本位填家的一些 營業的東西我忘記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他們是說這裡是魔法 這個籤代啊對因為我們叫籤代嘛 對對對沒錯沒錯所以這個樓靈跟 英靈喔這個我可能還要再回去看一下 我前面回放然後把這個劇情我先整個統整一下喔 下一次可以再跟大家稍微先講解一下 然後我們再繼續下去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 返回主要我們今天玩的進度 剩幾張囉感覺應該剩一點喔 開始遊戲 喔大概一半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八十三對我們大概玩一半了喔 對對對永恆的季節 我們現在要接下來進去的應該就是 永恆的季節這個東西 剛剛把這個徘徊的領域喔我覺得這個 武動的影子滿難的 比較難的有一點難度的 就是你要記那個東西要看的這個謎題還不錯喔 好那今天呢千代的第二集呢先到這裡 剛剛就讓我非常感謝各位收看 請大家繼續期待我們的千代第三集 那麼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